大家好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 《進入神奇妙計劃》 其實聖經裏怎樣去展示 《進入神奇妙計劃》呢? 其實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經文 其實就是 詩篇139篇16至18節 我未承認的體質 你的眼早已看見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賊相了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其數何等眾多 我若數點比凱莎更多 我睡醒的時候仍和你同在 大家其實可以感受一下這個經文 其實這裡已經講了 我們未承認的體質 即是說我們未出世已先 神已經知道我們 看到我們每一個 而且是早有計劃 而你所定的日子的定字 原文是有解塑造的意思 即是其實它是 比喻為一個圖像 去塑造我們 即是很明白我們每一個人是怎樣 而且它不單止是定日子那麼簡單 還將這些日子 去塑造我們每一個人的日子 寫在它的賊上面 你想想你重要的東西 你都會找東西記下 神也是這樣做 其實這個舉動很甜蜜 而它的意念不是很少 不是一版兩版 我相信是寫滿整本寶 因為它的意念是比海沙更多 即是海沙數不數到 是數不到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在我們人生中 每一個計劃範疇 好像工作、侍奉、家庭、婚姻等等 都有很完美的計劃 甚至乎那個計劃是超乎我們想像的 雖然真的是這樣說 但是我們不是一出世 就自動進入神的計劃 我們都要有些方法去領受 或者去配合神的計劃 聖經裡面都有真理去說 就是羅馬書十二篇 第一至二節就說 所以大兄們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是聖結的、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者的世界 此是心意更生而變化 要你們去察驗何為神的善良 順全可喜悅的旨意 其實這個方法有三個重點 教你們如何形容 第一就是將身體獻上 在羅馬書十二章一至二節裡說 將身體獻上的意思就是 我將整個人獻給神 就是獻給神是一種事奉 就是象徵一種事奉 就是我們給神用 去回應祂的呼召 第二個重點就是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就像這幅圖一樣 我們不要給世的價值觀 或者負面影響去同化自己 而是真的選擇屬神的價值觀 第三個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只要心意更生而變化 這個其實是一個歷程來的 我們進入神的計劃 其實都是要一步一步 不斷地轉化內心 破除一些難阻 同住一齊一步一步進入計劃裏面 說完真理的部份 如何去理解這件事 我們又有什麼實際行動可以做呢 其實我簡單地歸納了幾個重點 我舉了一個例子 這麼多的範疇 我就舉了服事上面 我自己很希望想進入神的計劃 其實神在我生命裏面的心意是什麼呢 首先第一就是心中火熱 即是菲勒比書12章13節裏面說 就是我們立志行事 就是神在我們裏面運行為了成就祂的美意 我們首先第一步就是 我們都渴望進入神的計劃 有一個渴望在裏面 其次就是測驗和裝備 即你可以細刷你的服事的範圍裏面 可以做的事情是什麼 有什麼可以提升去擴展 甚至你想服事的當中 其實生命裏面有什麼難了你去進入一些服事 所以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與此同時都可以在一些裝備 譬如是神學相邊 又或者是 我可能這樣理解 就是到一些舒直雅 其實我覺得第二和第三點是很配合的 其實就是尋求和聆聽神 即是物不可分 即是你的過程是一邊尋求一邊再擦驗 擦驗了先去尋求主 去透過安靜、祈禱 看看神 神對我們這麼甜蜜 有這麼多計劃 那神的想法是什麼呢 我的想法是否對神這樣想呢 再看看神如何去開路 去跟自己說話 繼而真的 你會慢慢清楚知道 有些門開了 知道神是要你去進入一個新的範疇 進入一個新的服事 甚至在現在的服事裏面 你可以做更加多事情 那就進入一個提升和擴展的階段 終然我說了有些實際行動 但其實現實的層面裏面 都是有一些難助的 可能都會 就是會難助我們去進入神的計劃 其實最常我們遇到的難助是些什麼 可能大家都有遇過就是人的計劃 或者是對神的錯不認知 人的計劃就是 譬如覺得自己計劃 可能有些有計劃的人 有計劃的人 就會覺得 我已經計劃了一、二、三 有第一步 什麼一年計劃、五年計劃、十年計劃 有些人可能就會覺得自己計劃 應該比神的計劃好些 我自己有自己想做的事 甚至乎對神的想法就是 可能覺得神是不是真的有個美善 我好像靠自己比神好些 隨此之外 可能你有些固有的心思意念 價值觀 都會影響你 可能會成為一個難助 去難助進入神的計劃 譬如對自己的想法 工作觀、家庭觀、侍奉觀、愛情觀 中國社會裏面 其中一句俗語 就說 女子無才便是德 如果真的這樣看自己 可能你真的有個領袖 神想你這樣擴出自己的領域 踏出 comfort zone 可能你都會覺得 不是 我本身是無才的 可能很難你去跨越一個 去向前走 和神進入他的計劃裏面 此外 我認為 可能周遭環境上的阻礙 譬如朋友的不支持 可能一些冷言冷語 事情不順利的時候 你都會想 不如都可能不做 可能這些困難 環境上外外的事情 都會影響到你如何去進入 或者如何去配合神的計劃 其實講完在真理應用上 或者實際上我們怎樣行動 其實我個人都有些少許的 自己的經驗去分享 都是在服事上的 其實最近的就是 和我老公 Joe 進入日本的宣教路 其實這個歷程 不是一兩年的故事 時間線可能比較長 希望簡而言之去講 都是跟剛才的四部曲 如何應用 如何去聆聽尋求 首先是心中火月 有些想法 都是希望進入神的計劃 但可能以前的我和現在的我 有些少許不同 單身的時候 學會服侍主 想在主裏面沉夢 但都是文字服侍 我有想過 可能是愛地 或者本地 尋找一些文字服侍的機會 但是到現在 組織的家庭 可不可以和老公一齊 去服侍 我和一家必侍奉野和華 一同去經歷 我心裏面有這些學想 第二 如何擦驗和裝備 其實時間線比較長 我從2008年回憲恩堂 我從2008年回憲恩堂 當時我的組長阿花 提出了一件事 其實你們如果有興趣的地方 你們可以關心一下 就可以參加一些祈禱小組 我對日本文化很有興趣 他選了一些猜會的日本祈禱小組去參與 了解到日本宣教 或者去日本做服侍是什麽一回事 剛巧在2011年就知道311大地震 那年我們教會又搞台灣大阪短宣 最深刻的畫面就是大阪有個牧師 美國牧師牧祖會十年都帶不到 超過一個人信住 我記得他在那個位置哭 我記得我們一班 好像一行二十幾個人去做服侍的時候 那個畫面是很深刻 我覺得之後我去旅行的時候 都會一直找一天 找一個早上在那裏行俱祈禱 又或者求神 讓我去遇到一些教會 或者遇到那裏的弟兄姊妹 所以其實你之後幾年 我都一直留意日本的狀況 但同一時間其實我生命裏面有很多難度 我的測驗是我裏面很破碎 就算我想進入或者學務服侍主 我都沒有力氣 所以我覺得那段時間 我之後有一段時間是做生命處理的 去神裏面可能處理一些罪 又或者是一些不討臣的想法 或者固有價值觀 去清理 但是當然了 我期間有時候參加一些祈禱會 有時候聽到說文字宣教 都會想 會不會將來有機會去日本做服侍呢 或者做文字宣教呢 那時候政績都沒有和文字有關 到2015年 我這麼多年走的路 神又帶領我去達成夢想 在報館那裏做到編輯 其實那一年是我的生命大翻轉 我性格上 或者對人對事沒有再歉 我想認識我的弟兄姊妹都知道 我以前很害怕 我想是 fear 會很多 說話很疼 能夠站在港台說話都很疼 但是這一年是神讓我去接觸不同的人 讓我去開闊眼界 我想是軟件上面去裝備了我自己 去接觸不同的人 同年呢 夢想達成就遇到我老公 那時候還不是老公 那時候Joe就快出工場 做一年短孫 那一年開始我和他結婚 那一百年四月就和他結婚 那他搞蜜月旅行 都說 Jamie 我要帶你去 不如我們不要就這樣玩 我們去不同教會去探訪一下 我們去探索一下 看看將來怎麼樣 那我又了解一下 當地的日本教會是怎麼樣 那當然那一年其實我都有繼續去 因為籌備完結婚婚禮 又再回到聖經學院那裏繼續讀書 那時候有個心就是 說不定將來我會去做宣教 或者十年八年之後去日本做宣教 那繼續讀書 那19年其實有和Joe去一間日本的教會 去參與一個兒童夏令營 那這些剛才有些的察驗和裝備 那我怎樣去尋求和去聆聽神呢 那麽多年當然我的路都是一直去祈禱 以前就說祈文字服侍 去用文字榮耀理 那時候祈未來的另一半都是說 要以神為先 愛主的 有宣教的心 總之我的理想對象的清單 那時候也滿足到八成九成 那組織的家庭之後 更加祈禱的是我家必侍奉耶和華 那當我這樣祈禱的時候 其實一百年剛才跟他結婚母的Loy 就有些很奇妙的事情發生了 那有一次 彭牧和Grace依依都在那裡 一個宣導員福音營 完結了之後 有一位CBN的姊妹走過來 踏我肩膀就說 你很適合做兒童事工 你剛才跟兒童很好 你結婚了沒有? 我說剛剛結婚了 你有沒有小朋友? 我沒有 我說你祈禱 踏我肩膀祈禱 好 祝福你 生養眾多 屁滿全地 下一句就說 你們將來會成為宣教家庭 你會有你的對公 而你的小朋友就是你的對公 我彷彿看到的圖畫就是 你將來去到一個偏遠的地方 是乾地來的 去宣教 他結婚了這個討告之後 我很詫異 因為他不知道我的背景 只是在這次服侍裡認識我 我跟他說 我老公也是想尋求一下 我將來去日本做宣教等等 好嗎? 聊完後才知道 這個童公是認識我老公的 很奇怪 接著到2019年 我老公就說 不如去探索一下 我們有祈禱 又再祈禱問問神 其實我將來是否去日本 因為那時候 可能當我很安定 很安舒 做到雜誌記者 有份穩定的職業 開始將以前單身的時候 想為主出去宣教 那個心減退了一點 我就祈禱跟神說 我在香港很安穩 又有福音需要 為何不留在香港呢? 神呢? 那一刻的聆收 我真的覺得 神用了這節經文 其實那一刻 我感覺到神跟我說說話 就是 保羅說 保羅說 他立了一節 甚至要在基督的名 沒有被傳過的地方傳福音 免得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 正如經常所記 沒有聽過的人將要看見 沒有聽見過的人將要靈悟 我覺得 第一次就糟糕了 第二次就覺得 是呀 其實神說 其實他的心意 都是想一些 很多人沒有聽過福音的地方 傳福音 那時我就覺得 神你好像 真的想去日本做一些事情 在2019年尾 連我老公就開始 真的踏上 他先加入了警察會 做宣教同工 真的他用信心 就是自囚身金的形式去踏上 其實他的動作都鼓勵了 作為他老婆的我 就是我學到 在經濟上傳言去依靠神 不是靠一個機構去供養我們的時候 是真的很真實 神有很多的祝福 很多的開門 我們認識 結識到不同的大兄姐妹 或者牧者 他們的分享都 令到我們的生命很提升 我感覺到 進入神的計劃 當你一踏進去的時候 神就會讓你看到 你經歷到很多 你以前沒有經歷過 沒有想到的事情 是真的很奇妙 今年的一月 我的女兒圈圈出生了 今年年中 我們一家 都再有個決定 就是 都決定 預計下年 去日本長宣 今年的八月 我也祈禱 祈禱的過程 都說 如果公司太過差 我就辭職 我原本想著 明年辭職 但今年 真的有些事情發生了 我就決定 全職辭職 辭職了 雜誌編輯 做了一個全職媽媽 對我來說 做全職媽媽 都是一個擴展的領域 我以前沒有做過 還有沒有想過 自己是一個媽媽的身份 預備自己進入工場 但是我和老公開始踏上的那一刻 就發覺 原來跟神一起 你經歷過你的策驗尋求 再去嘗試跟著神踏出那一步 有很多奇妙的事 意想不到的事就會發生 有很多開門 譬如日本的牧者會為我們申請Visa 或者我們意想不到的弟兄會預備一個居所 將來是長宣的時候 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去租住他的道 彷彿就是 神真是知道 簡單了 摸中了他的心跳 他的心意 他自然會慢慢為我們開路 並且是越做越有 你心裏面的passion 會感受到當中 跟神一起去進入計劃裏面那種喜樂 不單止祝福我們 神的開門 是祝福到身邊的每個人 即是看到我們的行為 他們都說 原來神是這麼奇妙、這麼真實的 真的不只是《紙上談兵》 經文裏面所展述 所以透過我今天的分享 都很想去祝福大家 又可以默想一下剛才 詩篇139篇的經文 究竟海沙這麼多的意念 在你身上又是甚麼呢 又可以試一下 去跟神聊天 領袖一下 神給你一些話 一些想法 是的 我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 謝謝 configuration 谢谢大家